地小人酬的新加坡 近年来积极发展绿能 更要盖4300公里的海底电缆 将澳洲的太阳能发电送回新加坡 给了郭志辉灵感 抛出要在菲律宾盖绿电厂 解决台湾的绿能缺口 但是真的可行吗 它本身的政治的风险 那很可能有换了政府 说不定它政策改变 台湾的能源政策是错误的 电线不能够输送 一定要附在油管上 或者天然气管上才能输送 我们跟菲律宾没有天然气管 也没有油管输送 菲律宾到台湾 要买海底电缆长达300多公里 不只管线输送不容易也很耗时 就算成功把绿电送回 成本恐怕也居高不下 有没有办法降低这个绿电的成本 而且菲律宾也在缺电 要因为到台湾 那很可能就是用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要额外的成本 发电成本高加上菲律宾电价 本身就比台湾贵 以8月份工业电价为例 菲律宾每度5.01元 台湾每度4.29元 最后绿电价格恐怕比本土的绿电 贵上好几成 现在这种应付是断层的 不连在一起的 好不好 除非你的电价在这里高过它很多 不然一点都不好 千叶主二话不说立刻否决 对此经济部回应 社会知识能源开发如期上限 台湾就不会有缺电问题 目前在地的再生能源方向不变 外部的再生能源部分 后续还要经过可行性评估 但就算真的可惜也有国安上的考量 经济部长抛出新点子 但如果没有可行性 再好的点子最后也是一场空 欢迎收看前一凯 淡琦来在台北报导